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这就是 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哦 然后他们创立于在2013年的时候 那其实成军到现在也是有四五年的年头了 然后足迹也是就是世界各地到处跑啦 跑韩国啦 德国啦 匈牙利 有匈牙利吗 没有 未来 对 未来 然后上海啦 日本啦 对 就是很多的地方 那今天呢请到他们当然要请教就是他们在音乐上面的创作 然后并且要请问他们就是一些一样音乐的历程 那首先呢我们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国民庆团长 在这边这一位的是团长 这三个人的这个传统编制的国乐嘛 对 那因为你们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听起来 它其实是跟当代非常衔接的 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 你们的创作风格和灵感是怎么样架构起来的 基本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都是跟当地的素材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想法比较有关系 比方说你会在我们的作品里面会听到一些关于街道里面的声响 那我们想办法去把街道里面的声响融入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可能会火车的声音啊或者像我们自然的风声会在里面 然后有一些是像是用乐器做出来的 对用乐器做出来 对然后像怡同他很擅长的是把一些台湾在地的一些民俗的一些元素 音乐元素比方说像北馆融入在他的作品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透过一些既有的传统元素 然后透过他自己生活在他现在这个就是年轻貌美的这个心 年轻貌美 他还有一个号称嘛就是可以用中软环游世界是不是 哦这他强项 看来你做了不少功课 私底下调查 所以我们这边刚好这边好多人有回应 就是王英杰老师你好 就是他问那个 重重 对重重 好来等一下呢有人就是希望那个另外一位迪子老师任重任老师出现 那看看等一下这个呃期盼会不会应验 有人等一下有人希望吗 真的吗有人在问嘛王英杰老师在问 哦希望的话我们可以call out出去 任重说他在首看这样哦 嘿对 那必要时就呼唤他出来好必要时呼唤他出来 那所以刚刚提到说用乐器去做那一些声音 对那是怎么有办法可以模拟那个声音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想象透过想象比方说呃像火车的声音 火车的声音就是可能用中软的那个下面的那个靠近桥下面那些旋来要去弹的时候它会很高频的声音 那其实在透过一些比较呃持续性的节奏音型的时候就很像火车平交道时候那个状态 那种感觉 对 那所以风声的话是 风声就最简单啦就是鼓针用那个手掌在那个琴悬上插就有风声 欸 可是你們這樣做起來很像是那種 陳茵的那個音效師欸 喔 配樂師嗎 對對對 因為那個之前有一部就在講陳茵的那個電影嘛 那那個裡面就有一個台灣一個很老的那個師傅啊 他就是拿了一個那種塑膠紙還是什麼的 他就是直接在那個麥克風前面這樣弄一下弄一下 然後就變成是很像火在燃燒的那個電影 所以聽起來你們在用樂器詮釋這種不同的聲音 是有有去就是有去想過嗎 還是就是靈機一動就想到了 比較是靈機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創作一個作品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說不要用 不要再要像之前一樣只是用同一種模式 就是旋律然後配伴奏這樣 喔 是是是 然後看說能不能在現代作品裡面有一些不同的切入 比方說剛剛說的對於環境影響的描繪 然後對於素材的提取 然後但是再重新再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現它 這也是我們比較在思考跟比較在做的一些事 嗯 我們首先呢先來聽第一首三個人帶來的樂曲 這首歌叫做三花而弄梅 好剛好歌名也有三喔 那這首曲子想要請你們來介紹一下 它的深層的背景還有它在講述什麼 其實它這首呢 它的那個靈感來自於那個古曲梅花三弄 對那因為梅花三弄其實是國樂裡面最常見的 那也是其實算是必學的一首曲子 那無論是在詩族啊或者是獨奏啊各個樂器上都有這個風格改變的樂曲 那會有這個契機是有一次呢我們三個剛成團沒多久的時候 那那時候任重他就帶了一份譜 那上面就是梅花三弄 他就說不然我們就用這個來當作一個靈感吧 那所以當下的那個創作的那個來感覺就是 我們三個就是看同一份譜而且就是旋律譜 然後我們各自在上面做東西 就是幫他配伴奏啊或者是各自彈旋律的部分 然後有堆疊的部分 那演奏一遍以後突然這首曲子就這樣產生了 哇 對那我們當下演完以後也非常的就是興奮 我們就說那我們再來一次啊就把它錄起來 那沒想到這首曲子就是這樣誕生 所以它的那個出生由來 就兩遍而已 對就是它非常的快速 然後而且就是非常的那個 我覺得就是感覺很好 所以這個曲子也是我們非常喜歡的一首 就是等於是三個人第一首一起共同的曲子 對 也是第一首完成的曲子嗎 對 這是我們三個人第一首 對三個一起的 所以那時候是大家一起進入那個狀況嗎 因為這首曲子聽起來是很平和的 對 可是感覺你們是就是在演奏的時候會立馬進入那個狀況嗎 因為比如說有一些人 像玩團啊嘻嘻哈哈吃個宵夜什麼的 其實這首曲子我覺得它 那時候感覺是什麼 就是它是一種就無論你演幾遍 你一演你就會想要投入的曲子 這是我覺得我們三個人演出這麼多場下來 那每次都會演這首曲子 那每次的心得就是這樣 第一個音下去 古真第一個音下去 然後當它彈那個泛音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再對繼續演奏 所以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那時候其實是大家就是互相認識了嘛 這個東西你們算是第一次合奏嗎 還是其實之前就有一起合奏的經驗 我們其實是認識非常久 我跟他認識十五年了 跟仁仲也是認識十五年了 因為我們在高中跟大學就是一直都是同學 然後所以我們淵源其實很深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其實最常玩的就是 這種不要那麼坦白的說說 趁他不再多講一點八卦對不對 所以一個人處起來就是十五年這樣 好啦好啦我無聊 就因為以前我們的那個南藝大 因為我們讀台南藝術大學嘛 那南藝大它都是有三個人一間 就是國樂系的少林寺 對然後它就是幾乎三個人到四個人一間情房 我們那時候那常常就是會 例如說任重他就在走廊拿著笛子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一間一間的拜訪 然後就進去跟他們一起這樣 眷一下 而且任重最喜歡去敲別人的房 對 敲別人的情房 現在真的是 現在真的是開始一種真心大爆料 而且我以前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真的很想要練琴的時候 然後我只要聽到任重的聲音在走廊 我就會把琴瑪們說起來 講話聲音 因為我不喜歡讓他進來打擾我 因為他是屬於比較在琴瑪活躍的人 對 他經常串門子 一種一種射尖的感覺 對就是他是想要就Social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他的他的 哎呦哎呦哎呦 真的有在看欸 這邊 直接說我的話 對 好啦 好就是你看我們這個都有馬上立即回應了 所以這種真的是那個做人要小心 對 就千萬不要得罪你的隊友就對了 對對對 不會啦 都是神隊友啦 那這邊呢 就是想要請問一下 那 呃 怡童就是你身為這個團體裡面的算是總監嗎 對 那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 國樂和戲曲這兩塊其實是很靠近的 那 大家也都常常在討論傳統和創新的這個議題 那想要請問說你對於台灣市場 從你從台灣市場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議題 你有什麼看法這樣子 其實呢 因為國樂他就是算相較 就是西方古典樂來講 他算是發展時間比較短 而且他正在 呃就是走向就是各個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作曲家會用非常多的想法 還有特殊的聲響來幫這個國樂這個團 無論是團或者是單獨的樂器 然後來進行很多的不可能性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現在的一個台灣音樂發展的一個模式 就是國樂和戲曲方面 那國樂呢 我覺得就是像我們團最主要做的事就是改編 然後重新創作 那可能比較相比較常見的模式就是以前其他的團可能比較常見的模式 大家可能比較常接觸的是直接移植的 那直接移植的就相對的呃就是也非常容易的能夠理解 那其實這兩個都是一個對一個就是這兩個都是一個非常可行的一個模式 那我們團就是比較喜歡有一個素材以後呢 我們想要移植以後可能有點移植三分鐘的地方 可是我們又重新的加入兩分鐘的新創作 然後甚至於把它變成重新一個調 對就是把它變成這首曲折變形也不一定 所以其實這種就是像我們團在走的就是那種創新的部分 是大概是這個樣子的類型 對啊 所以這個在你們創作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什麼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對於移植啊或者是會不會遇到 其實困難點就是因為我跟敏琴的樂器是屬於點狀的 然後認重的樂器是就是線狀 而且是比較容易歌唱出來的 對我們現在這邊聽到就是那個滴聲 對然後所以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呢 就是常常會就是例如說 笛子可能就是會比較會不會比較有局限性 我們就會有一個既定的框架會去想說 笛子是不是只能這樣只能這樣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創作的時候就要一直去動腦袋 想著說三樣樂器要怎麼樣擺脫以前就是 那種技法 擅長的技法 常用的技法 然後我們重新三個在一起創作 就是例如說有可能 骨針就是大量的歌唱性的東西 那這種這種的話 骨針要用什麼樣的技法會比較容易 搖子 就一直搖一直搖 輪子 而且這個其實輪子是非常困難 就是也不是輪就好了 你要輪到就是像笛子吹的那樣 其實是就是需要一點技巧的 嗯所以這個 敏晴你怎麼克服這樣的問題是 你說輪子嗎 搖子的問題 就是說在克服這種旋律性的問題上面 就是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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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是畢竟也練了很久了 所以這個歌唱性的問題 可能對我們兩個來說都還算很容易解決 喔 那可能笛子他要做像我們樂器的點狀的東西 他可能就會相對的比較困嗎 對 所以常常例如說我在寫的時候 我就會用彈播樂器的想法 然後去幫笛子寫 那所以笛子 所以是交換 對 然後他每次吹的時候他就 他就說 欸我吹一吹 他說我覺得我好像柳琴喔 對 所以就是其實也是一個蠻有趣的那個 對這樣就是等於是三個人一直互相在交換 原本樂器的那個特色 對 語法 但是剛剛宜童提到說就是 國樂其實沒有古典樂酒 我覺得這個應該很多觀眾朋友會覺得有疑惑 能不能請你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像國樂團這個樣子的編製 其實在就是 以前是沒有的 那他是近幾年 然後大家的努力 然後還有很多作曲將幫這個樣子的編製 然後有寫曲子 所以他才發展的就是像近到現在 嗯哼哼哼 對 所以他以前可能我們說的國樂可能就是例如說 詩族啊 或者是那種傳統的獨奏曲 古琴 或者是傳統 高山流水的 對 而高山流水應該也是算近幾年的創作 新創作 但是他是 他是古曲 也是古曲 也是古曲 對 應該就是說古曲他其實有分 國樂的古曲比較多是來自於民間 嗯哼哼 所以跟西方的古典音樂 他們那種比較不一樣 對 還是有古曲啦 嗯哼哼 形式上不太 只是說我們現在比較常聽到的 其實都是已經比較近代的 對比較像比較可能他最久的 差不多就是50年 或者是60年的創作 嗯哼哼 對 那所以國樂的他的發展 也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哼哼 因為畢竟他也算是一個 很新的東西 我覺得啦 我自己個人認為他也算是一個 蠻新的東西 嗯哼哼 所以他可以賦予的能量 那就更多 因為他如果 例如說 我覺得說 例如說小提琴拉一個巴哈的東西 那可能已經太多人拉過了 對 所以大家就會有既定的意向 在那裡說 這次要這樣拉 對 而且你還不能怎麼樣拉 可是當國樂產生一個新的作品的時候 欸 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第一個詮釋的那個人 是 所以他的那個 無限發展性就非常大 而且我覺得這也是給我們現在國樂的演奏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他時時刻就會有新的作品產生 對 所以你們在做就是在做這個音樂的時候啊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你們到了很多地方參加很多藝術節嘛 嗯 那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你們心目中 對於台灣的音樂是什麼 台灣音樂喔 對 其實我覺得這題呢 有一個人會比我更適合回答 喔 是 還是那打個電話好了 你Call out嗎 Call out嗎 所以現在是有 我們節目當中是有一個什麼 求救專線嗎 對一個人機會 一個人機會三次 好好好 求救是不是 那我現在要打囉 好打囉 那在他打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請民情這邊 喔 還是你也要求救 我覺得因為我們剛講太多話了 然後我想說讓那個 過來一下 誒 誒 誒 真的是一種 誒 那我去上個廁所 你肚子痛啊 一種求救卡應驗的狀態 誒 任仲任老師你好 你好你好 這個是笛子和蕭的演奏家 就是剛我們第一首曲子 放到那個悠揚笛聲 就是這位老師吹的啦 那我要再附送一次 對再附送一次 就是因為剛被求救出來 阿拉丁神的 我剛一直都聽到在說我壞話 沒有 你聽錯了 我們剛剛是說呢 就是說你們代表台灣 參加了很多藝術節啦 那一定就是也會跟很多地方 或是民族或是文化交流 那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在你們心中 所謂的台灣音樂是 像什麼樣子 台灣音樂喔 其實最簡單回答 三個人音樂就是台灣的音樂 非常好 太好了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多元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說是很 很合理對不對 很make sense嘛 對 因為你看台灣很多元 你要說什麼真正是台灣的東西 音樂的話你也不知道 原住民音樂是啊 台語歌這種也都是 對對對 但是像我們三個都是在台灣土生土長 然後我們學的國樂 它的來源不是台灣 但是我們在台灣學習它 然後畢業了以後 我們用我們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呢 經由這一樣樂器去來演給大家聽 那我覺得廣義的來說 我們演奏的音樂都算是台灣的音樂 對 就算我們出去在音樂節的時候 然後我們常常演的都是台灣民謠改編的 我們自己團的 那這個其實跟當地音樂節其他國家的音樂 你也可以很明顯的分得出來 不要跟其他國家當然是很可以很明顯 所以你就跟中國大陸比的華華人音樂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覺得 你對他的這個脈絡跟聽到的這種思路 邏輯在聽會覺得他是來自台灣 嗯嗯嗯嗯 那這邊民情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他講得太棒了 心目中雖然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還是還真的不敢直接講出來 你剛剛講我壞話的時候就很大聲 那現在可以報仇一下這樣 阿姨童他很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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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繼續聽這第二首曲子 這一首曲子叫做 《搖著講的茉莉小六》 這首曲子很浪漫喔 那這首曲子其實就是 任中任老師的曲子對不對 對 那剛好您在就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當初寫這首曲子的時候 其實其實最一開始是因為 因為我跟我弟雕棚 我跟他弟非常的熟 我們曾經在歌名再一次 歌名再一次 搖著講的茉莉小六 這個其實是我弟 我跟我弟很 假如有關注我們FB的話 我們兩個是非常喜歡 就是拍一些很有趣的搞笑 或是玩的影片 或是我們兩個在音樂上二搞的影片 這其實是他彈鋼琴我吹底子 然後呢 他用很流行的和聲配上老六版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傳統的曲拍 那加入了三個人之後 我就把這個概念就是把它編成 搖著講茉莉小六 就從原本的老六版 已經是就是和弦上改編成 就是比較流行的味道 然後呢 在同樣在這個調性上 我就把大家很熟悉的茉莉畫加進去 結果是蠻搭的 獲得一次好評 對 而這個歌曲也是有被 熱烈迴響 樂評稱讚嘛 欸 泥桃 泥桃 他可能拉肚子吧 怎麼這麼久 對 所以這種曲子大概是 這個音樂的機會向上升出來 嗯 所以你在寫這個曲子的時候其實是 是算是抱著一種玩的心態去寫的嗎 嗯 我寫曲子通常都是在鋼琴上彈 然後呢 抱著玩的心態喔 一開始跟我第五的那個時候是玩 然後後來要認真發展的時候 當然是很認真的去寫它 只是想說要怎麼樣讓這兩個曲調 很 很有 對 很有機或者是很合理的融合 那民情這邊因為 據說是本團創作量最大的對不對 哈哈哈哈 也有出了一張個人的專輯 對啊 嗯 你說講它這首嗎 沒有 你在創作的時候你是 嗯 我在創作的時候比較天馬行空 就是 我比較就是剛講到說 會把那些 接近或是什麼自然的一些聲音 帶到我的作品裡面就是我 我比較會做這樣的嘗試 所以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是創作的 啊這要講到我的 剛的那一位 就是我一直敲他 我闖他們琴房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我開始創作其實是 這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是因為彩鋒樂方的關係 因為彩鋒樂方他在很很早之後 有辦一個爭取比賽 然後他說我去聽這個音樂會 我覺得哇 amazing 為什麼 因為以前接觸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說 欸我們都只能談 既有的作品 是 然後那一次演出 那一次的音樂會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說 欸其實可以演 自己其實可以寫 嗯 然後於是我 我聽完那場音樂回來的時候 我就跟潘一彤說 欸我幫你寫一首 綜藍曲奏曲 哇哦 所以我第一首作品是獻給潘一彤 可是這個人呢 他並不是熟練的人 因為他拿到譜 他就被這樣把它放 他是 這個等於上我們可能請那個 事主出來解釋 他說 他看了譜就說 這什麼東西啊 對 把他丟垃圾 哇哦 他沒有丟垃圾 他沒有丟垃圾 他只是說 這根本彈不起來啊 對啊 他彈不起來啦 他彈不起來 好啊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的事主會再出現 那結果咧 結果就是後來 有到最後應該是這樣問的 到最後有 有給本人彈出來嗎 有 他後來還是有彈的 然後後來他現在連他學生都有彈 我就覺得還是有欣慰啦這樣子 對嘛 冤家遺潔不遺潔 對主要就是由他開始創作 哼哼哼哼哼哼 哇所以是一個很 就是一種 很細膩的緣分 把你們兜起來這樣 可是其實認識了很久 感覺 在在 比如說你們在練團的時候啊 或者是想法 會都很一致嗎 不會啊 當然不會啊 我們超常吵架 很常吵 是真的吵嗎 是真的吵 是像情侶吵架那樣 就是會很多天 不想要就是跟這人講話 哇 那所以真的是可以可以這樣 一直走過來這樣15年 其實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大家不要覺得我們真的在做戲 是真的 你問他 現在感覺好像就有一種什麼 情緒在醞釀 沒有啦沒有 我們其實感覺 好啦 為了不要這個尷尬 我們接下來 再繼續下面的問題 好 那這題呢 就要請到我們剛剛的 呃 市主一樣 好 我們請 移童總監 輪流這樣 好 這邊呢 因為桌上放了一張你們 呃 的 專輯 那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呢 你們 入圍的傳譯金曲獎 最佳跨界專輯 其實就是這一張嘛 嗯 那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張專輯的內容 還有曲子 他其實這張專輯呢 就是都算是我們創團之後 然後呃 為了這個團 然後非常認真的創作的 集 就是這幾首 吉志 經典作品 呵呵呵 那裡面當然呃 就是也 我們也用了比較容易聽得懂的方式 與會呈現 然後在這些曲子裡面 那裡面的曲子呢 就像我們現在聽到的 咬著茉莉 咬著講的茉莉小六 咬著茉莉是什麼東西 呵呵呵 你還不會被 對 自己的團 團哥還不會被 然後 有倒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倒這一首 嗯嗯嗯嗯 因為倒這首呢 他的呃 故事是非常 就是 感動 淒美的 嗯 那郭米琴他用了 呃就是 台灣 對 台灣族的酷衣的愛情 嗯嗯 然後下去創作 那 重新在這個三個人的編制上呈現 嗯嗯 那我們後半部分呢 會用比較流行的一些節奏 嗯嗯嗯嗯 所以這首呢 是我覺得 每次演都覺得 哦好嗨哦 嗯嗯 對 包括我們在世界音樂節演的時候 也覺得 哇 每次到這一首好像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那個爵士鼓 哦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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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被稱為那個 神的那一首歌是 演哪一首 其實那個是演我 我老師劉昕 他一個 非常經典的一個作品 叫山歌 嗯 那那一首曲子 他就是有 很Blues那種感覺 然後又非常快 那也短短的三分鐘而已 哦 然後他就是 從頭 就是快到尾 然後這樣 然後我 我那時候去演的時候 那 可能老外沒看過的樂器 然後就想說 哇 這什麼東西啊 對 Eddie Eddie 然後因為他們 他們國外就是 如果他很喜歡你的表現 他就會 用一個 他們覺得是神的那種吉他 是神來稱呼你這個 他就代表說 對你的一個肯定這樣 那我那時候聽到這個評價 我其實也有點嚇到 因為評價的那個人 是一個 當地非常有名的樂評家 對 對 所以那時候也非常的開心 好棒 好棒 好棒哦 但是不談我的曲子 只是是這樣子嗎 其實 其實那時候就是 對 我們要延伸剛剛的問題 我好像隱約有聽到 其實 其實那個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他那時候寫給我的時候 我也才17 18歲 那時候對那種曲子 就不太懂 那看到 第一方面看到那個譜 一拿來 就全部都是一些什麼 很複雜的技巧 那我那時候就看到 我就想說 你這是在整人吧 所以我就放在旁邊 那我當然也沒有很 很兇的回應 我就說 好啦 我改天再試試看 改天再試試看 改天是他畢業喔 對 可是我 畢業 對 可是我後來畢業院會有 也有演這首 那後來等我長大之後 我再重新看這首曲子 我就覺得 很有意思 真的 然後包括我去大陸念書的時候 我也在大陸演這個曲子 對 然後也都是受到好評 我們這邊很多觀眾在回應 這邊有一個叫巴黎的說 老師我也在這附近 那可以 可以來看 我們在洗台咖 你可以找我們 對 然後這邊有人回應說 大家輪流上 對 沒錯 今天就是一個 這個輪番上陣的概念 沒錯沒錯 對 好 這邊有人說 蠻喜歡今天所播放的曲子 對 像因為剛好這張CD 就是我覺得他的整個設計 個人覺得是非常有質感的 因為畢竟是三個人出版嘛 對 而且他的那個封面 就是三個人的 很 臉的 畫的 然後燙巾 對 是一個很有 就是有一點線條的概念 好啦 再講很膚淺 我也不是多 可能要問設計師這樣 也不是唸設計的音要 整個講出線條這種東西 對啊 好我們現在呢 放第三首這首曲子叫 《鴨三撩撩》 那這首曲子是不是就要請我們明晴老師來 哦好 這首曲子啊 我其實用了 呃 國樂的鼓曲 《韓鴨細水》 潮州音樂 《韓鴨細水》的創作 然後它裡面的版式是跟 《韓鴨細水》很接近的 前面是一個三版 然後再來一個錄版 然後再來快版 再一個錄版 對 那那個三是鴨三的三它有一個典故嗎還是 因為我一直在看這個曲子 我想說 欸 這個三是因為三個人嗎 所以就是三個人 就是三個人 就是三隻烏鴉在聊天 三隻烏鴉在聊天 呵呵呵 我把那個我們三個三重奏把它想像成 我們三個人在對話 哦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吵架 或者是 在玩啊 在鬥嘴的一些畫面 嗯 然後我用聲音來去表現 可能惡度啊 就可能是 有一些鬥嘴 我覺得它裡面用了一個聲音蠻有趣 就是我按那個中軟的時候不要完全按下去 然後 按的時候要瞬間放開 然後快速的 所以那個很像就是 咕咕咕咕咕咕咕 這種感覺 好像很難釋出來的感覺 不會 它蠻簡單的 可是它那個效果非常的就是有意思 就真的很像動物的聲音 就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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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這個聲音 這個技法是 你自己玩出來的嗎 我其實有點忘記 我那個 有可能是聽音樂的時候聽到 然後我覺得它蠻適合我們那一首作品呈現這樣 所以就把它用下去 這有時候創作就是 一堆的緣分 還有一些想法靈感的一種 突然出現的一個感覺 對 這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就是 這次的主題啦 那其實你們今天是來宣傳TIFA 你們即將要在3月23 3月23要演出的一個節目嘛 對 想要請問一下你們現在的心情 因為TIFA是一年一度就等於是兩廳院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藝術集 對一個藝術集 對 那請問一下你們現在的心情是如何 其實我們現在的心情是 很緊張的 我還以為是 因為很單月 因為三月其實馬上就要到 對啊 我們一開始是接到這個 就是受邀要去演這個TIFA之後 我們非常興奮 因為它是一個台灣很指標性的一個 國際的藝術節 對 那其實我們才成軍可能三四年的這段時間 然後能夠被兩廳院來去邀請 然後去製作這樣的節目 其實我們壓力很大 壓力不大 但是很興奮 但是其實距離現在要演出很近 我們現在壓力其實蠻大的 對 所以你們這個節目內容 都是由你們自己策劃編排的嗎 對 因為當初會規劃這一次的節目 主要是因為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呈現 能夠是一種對話的方式 對話的方式 然後這個對話方式是用樂人跟作曲家的對話 哦 樂人跟他 對 樂人就是指我們樂手本身的創作 然後演奏 然後作曲家就是加入在這席中 所以我們裡面會有半場是我們樂手自己創作 然後半場是作曲家為我們創作 然後透過這兩者不同角度的切入去關於這三個人這樣的編製 然後看能激出什麼樣的火花來 這也是我們很期待的 所以這三個作曲家幫你們做的曲子是個別的還是合奏曲子 合奏 就是三個人的編製 對三要樂器一起 那你們個別的曲子其實也就是都是三個人的 對 這一整場都是三個人的編製 對 所以在曲子上面會呈現什麼樣的風格 我們這一次主要主打的是當代性 所以當代性就是指在現在還活著的人 然後在現在所發生的任何的素材你可以想像到都可以運用進去 所以我們邀請了三位作曲家 一位是邱浩遠老師 一位是李元臻老師 然後還有一位是劉瑋志老師 然後這三位作曲家其實在現在國際上 或者是說在音樂圈裡面其實都是能見度很高的作曲家 他對於聲音的想像對於音樂上面的想像都是非常有經驗的 而且非常有想法的 所以也是透過這樣的機緣我們去找到這三位作曲家 為我們兩聲打造 然後這三位作曲家其實在創作的時候他們比較多是運用聲響 然後一種比較抽象比較概念式的方式去呈現樂曲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這一次音樂會很希望帶給觀眾的 除了聆聽音樂音樂從旋律上面 從一般我們可以聽到的和聲上面的走向去聆聽音樂之外 還沒有更多不同的可能去聽音樂這樣子 然後透過我們三個人這樣的編制 因為在你們三月二十五 三月二十三 三月二十三演出之前 其實有一個二月的工作坊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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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工作坊是 這個工作坊其實就是就是自由報名 然後你來的時候 它的內容其實就是為了這場音樂會 三月二十三的TVA我們的音樂會 然後來做一個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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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畢竟當代音樂它如果沒有經過帶領的話 它其實是滿難進入那個狀況的 對 那我相信就是透過這個工作坊的話 我们可以把我们个人的作品 然后包括三位作曲家的作品 然后大概分享一些概念和感觉 给就是参与的朋友们 所以它会算是一个行前倒林的状态吗 可以是这样说 然后我们那一个现场也会示范 对 然后去从示范上面去让大家 带领大家去理解 注意一下他是怎么样去想这个声音 对 对因为那个你们的就是简介上面是说是一个声响工作方 对 所以它会是有一个是有一个游戏的概念吗 还是就是真的很解说式的这样 我们应该我们是会用互动的方式 对互动方式 对 那我们也会就是在尝试示范我们当天音乐会会适用到的各种特殊的技法 那这些技法就是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到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接收到乐谱 那每个作曲家他喜欢的技法都不要 而且你从那些技法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作曲家是怎样的个性 就有些可能会有强迫症啊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可能稍微忧郁 好啦那个三个人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机会这样 看谁是有 对 嗯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算是成型的 就那个工作方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 你参加一个科技的 或是科学营 然后你在那个科学里面 他老师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他其实除了你一般了解他的可能性之外 他还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嗯 等于就是发掘你们各自乐器的很多不同的声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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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你们自己来说 嗯 就是在在发掘自己乐器的声响的时候是 什么样的心情 这要看状况 如果是单一个点的话 其实还觉得蛮有趣的 可是如果他是一首曲子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 其实我比较害怕的是就是破坏性的那种声响 因为毕竟大家乐器都蛮珍贵的 所以我会比较舍不得就是 例如说就是 歌啊 对真的 好险这一次没有用到歌 对 那我请问一下就是那个 那种 电吉他那种 那个会很伤情吗 不会那个非常简单 就是用就是体就是那个两指这样啪啪 他就可以做 就让他打到琴面板就 对 那如果你想要更像电吉他 你就边打旋 然后边柔旋就更像 就好像装了那个 效果器 对对对对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要请两位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借由这个音乐会有没有什么希望传达给观众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你们希望观众听到什么 就是在节目最后跟观众这样喊话 我先讲嘛 我先讲嘛 没有就是刚刚刚讲的 我希望在这场作 这场的音乐会里面可以让大家去 开创你们对于聆听音乐的各种可能的角度 可能性 因为其实我们聆听音乐 其实还是蛮小的 对对对对 那个蛮窄的 所以这个音乐会如果能够让你们 接受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感觉 对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一场的音乐会 然后能够让台湾的作曲家 因为我们这次委托都是台湾作曲家 能够让台湾的作曲家 能够带给大家认识 然后同时间也让大家去了解 虽然这个乐器是中国的 但是在台湾它落地真根 而且它有更多的可能在台湾发生 我这边注解一下就是 拉面跟寿司都不是日本当地的 真的吗 没有这补充 那这是哪里 那个寿司是泰国的 因为没有 因为他们当初是用那个米包鱼 为了不要让鱼 坏掉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米是不吃的 然后对 然后日本人他们就 看到了 对对对就是 我忘记是为什么 因缘机会传到日本 然后反正他们就 那拉面吗 拉面是中国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个 拉面是中国的 是是是 所以他们就是在日本 拉面算是 那个中华料理 对对 烏龙吗 拉面就拉面 所以他们拉面写的就是片甲名 因为是外来的 对对对 学到一课 今天才知道 是不是 这会不会选择我们 没有没有 没有我刚也不知道那样 打悬不会不会坏嘛 对不对 同样的同样的 我们这题是不是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 call out 给那个 我们那个 中华人 一起进来 中华人 哎好啊好啊 来 还还在啦 还在不用 不用 求救 哎今天求救 你才用到两次 求救牌 对 好我们最后就是要 要跟观众就是希望透过 希望透过这个音乐会就是 传递什么 样的理念给观众 呃 我们当初在想这个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我们要用音乐 然后要用 现代人的方式 用现代的音乐来跟现代人沟通 但是我们用的 我们用的 煤戒 戒指是 果月期 传统期 对 嗯 嗯 老闆你来这边 就是其实因为这场音乐会 我觉得对 会对观众来讲 它是新鲜的 嗯 而且是非常前卫的 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 大家不要害怕 因为是当代音乐 然后让它的选择性变小 所以我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 先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 那当我们解说 然后玩游戏交流之后 然后再买票来回音乐会 那我觉得这场就 没有要先买票 要先买 要先买票 对应该是 对对对对 再来工作坊 对然后再来工作坊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是我觉得这场音乐会会 会开启一个不同的音乐聆听的 试演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可以 来参考的 嗯 我这边最后有人回应 说三个人创新音乐的技法 好厉害这样 谢谢他 谢谢你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 请到三个人 好现在有四个 哈哈哈哈 你想要加入的话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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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太强了 一个是笛子神童 对不对 然后一个又是吉他之神 然后又就是古真老师又是对 不是古真老师他是神童 他是女神 没有没有没有对 然后又是创作创作之神啦 古真之神 不受控的 没有 不会不会啦 还算在掌控之内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三个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一个非常欢乐的音乐分享 创作的一个历程 那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那我爱音乐爱我 到此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网路上支持 订阅我们 谢谢